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白真理灵的是方式快乐的人 嫂子 需要帮忙吗 不用 你去忙吧 好嘞 我的神话充满信心 一点不疑惑 没有想着 扎涵 你说都这点了 咱们那聚会早该结束了 这咋还没回来呢 是啊 不会是出了事了吧 这共产党现在都疯了 到处抓信神的 不行 我出去看看 我给你一块儿去 爸 咋这么晚才回来呀 就是 刚才在路上碰见罗涛了 说了会儿话 好 爸 那咱吃饭吧 吃饭 等会儿 你们猜 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事 这罗涛啊 被教会开除了 开除了 开除了 不是 这 他不是一直在外地传福音吗 他怎么被开除了呢 听罗涛讲 带领说他狂妄之大 不接受真理 尽本分任意妄为 还总挟制人 打岔搅扰教会工作 这罗涛的问题 有那么严重吗 对啊 爸 我相信带领的话是真实的 因为 罗涛两年前传福音的时候 他就特别狂妄自大 尽本分任意妄为 弟兄姊妹指出他的缺陷 他也不接受 还为自己诡辩呢 按他的狂妄性情来说 两年时间 他不可能有什么变化 很有可能做一些打岔搅扰的事啊 你说这信神不追求真理 还真有被淘汰的危险 那这事我可就想不通了 罗涛可是真心信神的人啊 对啊 从信主那前就劳苦做工 就连被抓作奸 那也没有背叛主啊 他接受全能神做工这几年 那也是撇家舍业的 为神花费传福音 他只是狂妄自大 不接受真理 这能至于被开除吗 就是啊 像罗涛这样的人 纳在宗教里可是功臣呢 他只是狂妄自大 不接受真理 但他能为神花费 并不是恶人呢 是 怎么说开除就开除了呢 志涵 像罗涛这类人 你是不了解啊 嗯 像他那种狂妄得不可一世的人 是真有可能 打岔搅扰教会工作的 嫂子 嗯 罗涛怎么打岔搅扰 教会工作的 这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不可能是恶人哪 对 不可能 嗯 那你们看 法利塞人是不是恶人 嗯 他们外表挺敬谦 会讲解圣经 还走遍洋海陆地传福音 嗯 那为什么主耶稣定罪他们 是假冒为善的人呢 就是因为 他们只注重外表的好行为 但他们只守律法 丝毫不接受真理 主耶稣发表那么多真理 他们从来不寻求考察 反而 还疯狂地抵挡定罪主耶稣 甚至 联合罗马政权 把主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嗯 你们说 这种假冒为善的法利塞人 是不是恶人 敢抵挡神的人 这肯定是恶人 嗯 没错啊 那法利塞人 外表做什么恶了 在人看 没做什么恶 嗯 但他们能定罪 抵挡发表真理的主耶稣 心里 特别仇恨主耶稣 这到底是不是恶人呢 还有什么恶 能比定罪神仇恨神更恶呢 你 你这么交通吧 没错 嗯 但你不能拿罗涛 跟法利塞人相提并论呢 嗯 法利塞人 不接受主耶稣 还抵挡定罪主耶稣 他们的确是假冒为善的恶人 但罗涛不一样 罗涛接受了全能神 还能够传福音尽本分 他怎么可能是恶人呢 对啊 这事啊 我还是想不通 我也想不通 爸 我回来了 这事 哥 志明回来 爸 这教会工作这么忙 你怎么有空回来了 对啊 回来处理点事 你们这落啥呢 我们正说罗涛被开除的事 这事你们都知道了 那正好 我正想跟你们说说这事呢 志明啊 这罗涛到底有啥问题 为啥被教会开除了呢 就是呀 罗涛被开除 当然是因为他作恶搅扰太多了 搅扰 那你说说 他到底怎么作恶搅扰了 罗涛外表上一直在传福音 但他性情特别狂妄自大 他总挟制人 打压人 总想自己说了算 让别人听他的 带领童工是没少提醒帮助他 可他丝毫不接受真理 还背后论断教会带领 挑拨离间 拉帮结伙 迷惑拉拢弟兄姊妹 为他暴打不平 搅扰别人尽本分 他做了这么多恶 是啊 经过多次修理对付 他也不悔改 谁交通真理揭露他 他就仇恨谁 就报复谁 他的这些表现 已经构成了搅扰作恶 打岔身家工作 所以被定性为恶人开除了 我承认 罗涛的性情是挺狂妄 可谁没有败坏性情啊 再说了 这败坏性情 他也不是短期内就能变化的 咱得给他时间 给他悔改的机会呀 不能因为他流露败坏性情 短期内没有悔改 就开除他呀 是不是 爸 神是爱 谁愿万人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 没错 罗涛可是真心献身的 要是因为流露败坏性情 就把他开除了 那谁还能蒙拯救啊 就是呀 爸 罗涛这个人 我了解一下 刚刚志明也说了一下 他的情况 他被开除可不是因为 仅仅流露败坏性情 最主要的是因为 他丝毫不接受真理 对 领导修理对付 是一个劲的抵触讲理 他做什么错事 不管谁指责 不但丝毫不承认错误 还这个挑拨离间 拉帮结伙 与教会带领搞对立 你说 这是不是大插搅扰教会工作呀 是 如果这个人不开除 这教会生活就要受到搅扰 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 就要受到影响 没法达到蒙拯救 是 这样弟兄姊妹 不都被罗涛给坑害断送了吗 爸 这教会开除人 是根据人一贯表现与本性实质 可不是根据人一时的败坏流露 是啊 爸 神是爱 但神爱人是有原则的 神愿万人得救 这万人可不是指所有的人哪 因为 神不拯救魔鬼撒旦 不拯救恶人不信派 不拯救邪灵不拯救敌基督 也不拯救那些吃饼得饱的人 神所拯救的 都是神预定拣选的人 是喜爱真理有真实悔改的人 你看 喜爱真理的人呢 他虽然也常常流露败坏性情 但是他能接受真理实行真理 神对这一类人 是最大限度地给悔改机会 但是 对于那些丝毫不接受真理 常常搅扰教会工作 屡教不改的人 神是咒诅惩罚 这是神的公义性情决定的 这样 咱们读读全能神的话 就明白了 好 对不行真理之恩的警告 第一段 嗯 被撒旦败坏的人 都有败坏性情 但有一部分人 只限于有败坏性情 另一部分人 则不是这样 他们不仅有 撒旦败坏性情 而且其本性 已恶毒到极处 这类人所做的 所说的 不仅限于流露撒旦的败坏性情 他们是正宗的魔鬼撒旦 嗯 他们所做的 都是打岔搅扰神的工作 他们做的 都是搅扰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 破坏正常的教会生活 这些披着羊皮的狼 早晚都得被清理出去 对这些撒旦的差异 应采取毫不客气的态度 采取弃绝的态度 这才是站在神的一边 若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都是与撒旦同流合污 读了神的话咱们明白了吧 嗯 咱再看看罗涛的表现 他可不是一时地败坏流露和过烦 他是狂妄自大 一贯不接受真理 一贯拉帮结伙 打杀搅扰教会工作 而且丝毫没有悔改 那你们说 罗涛他这个人的本性实质是什么 嗯 可以说 罗涛就是厌烦真理 仇恨真理的恶人实质 恶人实质 嗯 你看啊 罗涛他多次临到修理对付 丝毫不接受真理 还变本加厉 拉帮结伙 长期搅扰教会工作 这难道还够不上恶人实质吗 嗯 是这么回事 嗯 所以根据神的话 把罗涛开除出教会了 嗯 这完全写明了神的公义性性啊 是啊 神家是真理掌权 是神掌权 恶人在教会里 是站不住脚的 对 正如圣经启示录的预言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 有福了 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 城外 有那些犬类 行邪术的 淫乱的 杀人的 败偶像的 并一切喜好说谎言 编造虚谎的 现在 这些预言都应验了 嗯 不管人信神多少年 受多少苦 有多大资格 如果 人丝毫不接受真理 就没有真实悔改 嗯 肯定被淘汰呀 是 是 爸 看来罗涛还真是恶人呀 咱们认为他能撇气花肺 就能蒙神拯救 这不是歪脖子看表 观点不正吗 我原以为啊 这罗涛信神能撇气能受苦 应该是能接受真理 顺服神的人 嗯 即使有败坏性情有点过犯 那也只是一时的 过后肯定会有变化 嗯 我是真没想到 他是丝毫不接受真理 那他的心理 肯定是厌烦真理 喜爱不易 嗯 这可是癌症 是死病啊 是啊 这不明白真理啊 还真不会分辨人呢 是啊 爸明白了 感谢谁 等会儿等会儿 我还有个问题 好 那你说说 你们看啊 嗯 同样信神为神撇气花费 可为什么有些人 就能达到蒙神拯救 嗯 但是有些人 却被神定罪淘汰了呢 哎 志涵 你这话 啊 问得好啊 嗨 人信神能不能达到蒙神拯救 关键就看 人是不是喜爱真理 接受真理 对 嗯 嗯 沈默氏发表真理 做审判工作 嗯 就是来拯救所有喜爱真理 接受真理的人 嗯 嗯 把这些人竭尽成全 带入神的国中 嗯 把那些厌烦真理 仇恨真理的 恶人 不信派 敌基督 都彻底显明淘汰 这 就把人都各从其类了 嗯 嗯 是 咱们再读断权权神的话 好 哥 我来读 好 嗯 这儿 爸 咱们一起看 好 我要的是什么样的人 你得知道 国度里 不容许有污秽的人进去 不容许污秽的人 玷污圣地 你虽然做了许多工作 你虽做工多年 但到头来仍是污秽不堪 你想进我的国度 那是天理难容的事 嗯 从创世到如今 我未曾对任何一个 现私情的人 开过这样的方便之门 这是天规 谁也打不破 你得追求生命 今天要成全的 是彼得一类的人 是追求个人性情变化的人 是愿意做神的见证 愿意进到受造之物的本分的人 就这样的人 才是被成全的人 假如你就是为了得赏赐 不追求自己的生命性情有变化 那就一切都徒劳了 这是永不改变的真理 嗯 嗯 这儿还有一段 我读 嗯 这儿 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 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 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 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 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 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 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你们都要明白 不遵行神旨意的人 同样都要受惩罚的 这是任何一个人 都不能改变的 嗯 神的话 把神拯救什么人 淘汰什么人 都告诉我们了 是 嗯 那为什么说 只有喜爱真理的人 才能蒙神拯救呢 嗯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喜爱真理的人 他能接受真理 注重实行神的话 嗯 虽然说啊 这些人在尽本分中 也有己意掺杂 也有败坏性情流露 但他能接受对付修理 反省自己 向神真实悔改 败坏性情逐渐有了变化 成为真实顺服神的人 这就达到蒙神拯救了 嗯 是啊 还有些人信神 虽然也撇弃花费 但他们 不是为了追求得着真理 而是为了得福得赏赐 尽本分不寻求原则 全凭己意 凭喜好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们以为 只要我为神撇弃花费 就能蒙神称许 就有资格进天国 这就足以证明 他们的撇弃花费劳苦做工 完全是为了跟神搞交易 是为了换取天国的福分 嗯 他们尽本分是这样的存心 能蒙神称许吗 不能 神的性情是公义圣洁的 能称许这种 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吗 肯定不能 嗯 你们说得对 神真是罪大限度拯救人了 嗯 神不看人流露多少败坏悖逆 就看人能否接受真理 有没有真实悔改 是 爸 您这话说到点上了 主耶稣说过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嗯 全能神来了 发表真理做审判工作 来彻底捷径拯救人类 这就是天国降临在地上了 是 那如果人不能接受 全能神的审判刑罚 这败坏性情 怎么能得着捷径呢 是 就怎么能达到真实悔改呢 是 是啊 教会里 凡是没有真实悔改的人 都是被显明淘汰的对象了 嗯 现在 还有许多人不明白 什么是真实的悔改 嗯 宗教里的人还都认为 只要向主祷告认罪 罪得赦免了 再有点好行为 这就是真实悔改了 这是大错特错 是 等会儿等会儿 哥 哥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 什么是真实悔改 这真实悔改 到底是指什么说的呀 真实悔改 嗯 就是人的败坏性情 得着捷径了 再也不犯罪抵挡神了 能真实顺服神了 这才是真实悔改的意思 嗯 咱们琢磨个问题 嗯 为什么在恩典时代信主的人 虽然罪得赦免了 但还能常常说谎犯罪呢 因为人里面有撒旦本性 受撒旦本性的捆绑挟制 所以 人就能常常身不由己地说谎犯罪 嗯 欺骗神抵挡神 当看见神做工不合人观念的时候 还能常常地论断定罪 对 这就说明人有撒旦本性 即使信主罪得赦免了 还能为神撇去花费 但也没法脱离罪的捆绑 是 那你们说这是真实悔改吗 不是啊 肯定不是 嗯 所以说啊 只有接受全能神漠视的审判刑罚 这败坏性情得着捷径了 再也不受撒旦本性的捆绑挟制了 能实行神的话 顺服神跟随神了 这才是真实悔改的人 才是真实归向神 蒙神拯救的人 嗯 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进天国呀 是 但是 如果人还能受撒旦迷惑 还能被撒旦利用 还能常常说谎犯罪 这就没有脱离撒旦权势 就不是真实悔改的人 是 这么交通 实际呀 今天我才算明白 真实悔改这话 哦 这信神蒙拯救 还真不是简单事 嗯 不是说接受神漠视做工了 这禁天国就有保障了 关键 是得接受神的审判刑法 败坏性情得着捷径 有真实悔改了 这个才能蒙拯救啊 是 哎呀 我现在信神也四五年了 还常常流露败坏性情 还有说谎欺骗神的时候 静本分 还有应付糊弄的时候 我的败坏性情啊 还没得到捷径 那我离真实悔改 还还差得远哪 是 真实悔改 这句话还真不容易明白 嗯 如果不接受神漠视的审判 可能这句话 永远都不会明白呀 是 可不是吗 以前信主的时候啊 我就认为罪得赦免了 那再有些好行为 这就是真实悔改了 等主来 就能直接被提进天国 现在想想呀 这观点太荒唐了 嗯 这是做梦上天堂 尽享美事啊 嗯 所以说啊 凡事被教会开除的人 都是不接受真理 丝毫没有悔改的人 是啊 这样的人 即使外表也能撇清花费 但心里厌烦真理 仇恨真理 不管信神多少年 败坏性情都不会脱去 是啊 他们都是最悖逆神 最抵挡神的人 神绝不拯救 嗯 他们的结局注定是 下地欲受惩罚啊 是 错 这就完全应验了 圣经中主耶稣的话 嗯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嗯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义的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阿们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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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交通啊 我在心里亮他了 我也是 在教会开除恶人 这是神在洁净教会 使人都各从其类呀 是啊 完全显明了神的圣洁公义 嗯 也让我看到 在神家 那就是基督掌权 真理掌权 更是圣灵掌权 嗯 神的话 的确是真理 句句都得应验哪 嗯 嘿 我真是个老糊涂 不明白真理不说 还随意下论断 站在恶人一边 为恶人打抱不平 我这不是在抵挡神吗 哎 我太瞎眼无知了 你说 像罗涛这样 信神多年 最终被显明淘汰了 这对咱们 可真是个教训哪 是啊 真是啊 不过 现在我明白了 嗯 神定归人的结局 是根据人有无真理实际 有无真实悔改 嗯 对 也让我看到 神所做的一切 都是公义 都是真理 都是实际 神的圣洁 神的性情 配受人类的赞美啊 阿们 感谢神 感谢神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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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